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风雨雷电 世间实现 天意如见 千古流转 风声定言 正义的剑 能变中间 武功欢愉 法力无边 四身实现 始终实现 千古流转 风声定言 天元太爷 今世主兵 卫护仕途 饱和神经 华语秀群 衣冠 清洁 青龙 卓裂白骨 幼兵 悲天气火 神奇威蕾 上下太极 周边四位 翻天倒下海布山催 流龙骨灶 令下宿醉 昏灯出世乱宫益 盘不论倒闭天地 太平生世间惊奇 周望无道会乾坤 人心会煽动你 正邪想正不良理 摇摩着十万名愿 自压出世人中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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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吒 我要你去跟踪双二姑娘 有没有查出什么来 双二姑娘跟游魂 现在正在你的书房里呢 他们在我的书房里 他们要干什么呀 那你为什么不去跟着他们呢 因为我想起来 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 要去做啊 我要杀了姜子牙 嫣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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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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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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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呀啊啊这江子牙竟然能破解了我花胡丢的魔性哎呀我还真低估了他的能力呀可见他的道合非常的高深啊这这这这这这么一来我要对付他还真得想想办法啊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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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子牙你可别小看了我这只宝贝花胡雕你以为我这只花胡雕就只会这三脚猫的功夫被你这三下两下就给化解了吗错大错特错嘿嘿嘿嘿我这只花胡雕的魔性已经潜入了那个被咬伤人的身体里哎怎么怎么就会这么被你轻易地化解了呢 虽然你在短时间内压制住了他的魔性但是我只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这个人他的魔性还会发作他还是会杀了你江子牙的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你呀就当死吧 哪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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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啊哪吒你醒了哎呦快起来 来哎呦哎呦哪吒师叔啊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会在这里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告诉我你刚刚在外头碰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了我想起来了 刚刚我在花园里边我遇到了一个像老鼠不是像狐狸的一个怪物 他突然就向我冲过来还咬伤了我呢把你咬伤了那之后呢他把我咬伤了之后我就非常的生气啊我就拿我的乾坤圈我打他我打他结果他也被我打伤了他就跑了再后来再后来再后来我就晕倒了然后我就躺在这里了 那就是花园雕就是摩家四将魔理兽的法宝花园雕那那个就是花园雕啊没错估计你已经被他咬伤了他的毒渗透在你全身所以以后你千万要小心但凡是碰到任何奇怪的事情记得要来通知我我知道了 师叔区区一个魔理兽的法宝就已经如此棘手了要是他们四个联合 折起来 恐怕更不够好对付了 干吗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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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拉着我呀 有什么话刚刚在这边说好拉 干吗偷偷那么把我拉到这儿啊 说什么呀你 你小声一点啊 我是要跟你说 我刚刚啊看到二公子带着黄月出城去了 你说他是不是要独自去应战呢 二公子他一个人出城了 不行啊 阿姑子他不能一个人出城的 他万一 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那怎么办呢 对啊对啊 怎么办怎么办 我马上去跟姐夫说 小妹 等一等 怎么了 我觉得什么人就被我通知了 我自己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你去 你 这不行不行不行啊 你知道这战场之上 他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你要是去了 那真的是让人担心 会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呢 我 小妹 你这胡说办到什么呀 你忘了 上次要不是因为我在战场上 要起一大喊 咱们怎么可能那么顺利去打胜仗啊 我告诉你哦 你可千万别瞧不起我的本领哦 我这个少年夫人哪 好歹也跟着我上宫学了几天这个 法术呗 哎呀 我现在是个有本事的人 我现在是个有本事的女人 善你这种没有本事的人啊 你不要偷我后腿哦 你 喂 小妹 你拉着我干吗 还不赶快放手 放 我不放手 放手 我就是不放手 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你往火坑里面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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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见 干吗放光淼淼的衣服啊 还清她的嘴 我 我 我 哎呦 一上 两上 爪 五上 齿 四上 五上 六上 一 齿 我 不见 你是吃着凶器包子的呢 你不是说你来西部侯府 是为了帮姐夫被幽闭 原来 原来你是为了 为了来这里抱淼淼 哎 出来啊 五级 我要把你大蟹拔快 出来 怎么没看到五级啊 哎 马姐 哎 马姐 马姐 马 哎呀 哎呀 我上马姐的当了呀 哎呀 我怎么这么笨 这么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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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笨呢 这五级不就在军营里头吗 怎么可能会在这里 哎呀 跟那个苗苗 跟那个 哎呀 哎呀 笨死了 笨死了 怎么办呢 哎呀 不行 我要赶快去跟姐夫说这件事情 哎呀 姐夫 姐夫 哎 姐夫 哎呀 姐夫 ração 哎 爱 哎呀湊 哎呀 雨 啊 紅 啊 呀 tied 啊 嗯 啊 哼 摩 我爹仁德 我劝你们赶紧归顺西齐 将来还可以将功补过 我说你这个臭小子 你竟然不识实物 既然你不投降 休怪我动真格的了 二宫死下 你不得小心啊 我马上来给你主归来了 你一定要打败那个魔魔死下 功夫不容我 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扰乱我是吧 很好 我就先把那个摇旗的给杀了 这个死猫猫 我怎么会是在摇旗那儿 就没有跟你过招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连女人你都打 你这个长得三分不像人 是一分不像鬼的死东西 你也不算皇家招招你自己 看看你自己长得什么鬼东西 我要是你 我就跳江 跳海 跳无敬 我撞墙 撞树 撞大村 我都不要出来吓人了 所以你呀 我在这里干什么 你还不如绝尊 绝尊 绝尊 你招死 好 夫人小心 你放心 宝儿公子 他逆我这么远 是他而不告我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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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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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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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就师叔不要紧 走 算你们跑得快 少儿姑娘 两位大人 这丞相的书房去过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好呢 什么 少儿姑娘 你还要参观吗 那当然了 这西伯侯府啊 还有好多地方没去过呢 少儿姑娘 你说你刚才在丞相的书房 你是四处乱翻 翻完了 你说我俩还得给你收拾 这这趟老骨头 都快被你累散了 有大人 来来来来来 坐 我给你按摩啊 不用嘞 这样可以吗 舒服 少儿姑娘 你说你人好 温柔 体贴 长得又漂亮 等日后 我把你推荐给大王 到时候啊 想不尽地 荣华富贵 对对对 好主意 到时候少儿姑娘 可不要忘了我们哪 怎么会呢 不过 两位大人 现在你们可是在西齐 怎么带我去见大王啊 不瞒少儿姑娘说 我们现在在这儿 也只是暂时的 只要大王一心兵 讨伐西齐 我们就可以回到昭哥 继续做我们的大官 享有我们的山珍海味了 还有相纯的美酒 漂亮的姑娘啊 小的美 我看 你们是没命享受的 双儿姑娘 这 你也疼我了都 有大人 你没事吧 没事 你们两个 反叛昭哥 投靠西齐的叛徒 还只能说痛啊 双儿姑娘 是不是哪儿得罪你了 得罪你了 给你赔礼道歉 千万别生气 要我们给你 当个牛做马都行 对对对 双儿姑娘 何事如此震怒啊 又是好商量吗 好商量 你们敢说 我可不敢听 你们这种人 根本就不配留在这世上 救命啊 住手 你还给我救命 他要杀了我 是 他要杀人灭口 双儿姑娘 你为何要杀这两个东西啊 东西 这 我没有啊 还说没有 我刚刚明明看到你用手 掐住这两个东西脖子 想知他们与死地 说 你从哪里来 混进这里 有什么目的 我 我就是一个弱女子 双儿公子看我可怜 才把我带到西伯侯府来的 我能有什么目的啊 你是弱女子 我看不像 对对对 看他刚才掐我脖子的手 如此地用力 分明就是要杀人灭口 是 我跟你说 他只是是 是什么 是个弱女子 我才不要跟你们在这里 我要走了 等一下 双儿姑娘 你把事情说清楚了再走 当初我来西伯侯府的时候 二公子是答应过我的 让我自由出入 不受管制 所以 我现在就要走 站住 双儿姑娘 如果你今天 不把事情说清楚的话 你就休想走 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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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请你去大堂一堂 师叔 师叔找我什么事啊 丞相夫人受伤了 什么 师叔母 你受伤了 这是靠不明白 我看咱们两个还是 走走走走 快走快走 我看那个丞相夫人 肯定是被我四个爹打伤的 江夫人 你们不要靠近我 江夫人 不要管啊 江夫人 你倒是把手拿下来 便一直捂着脸 让我们看看 你到底伤得怎么样了 我不要你管啊 赵弟啊 你至少让我们来看一看 看看能不能帮帮你 是啊 师叔母 相公 我现在变得这么丑 我不可以被你看到了 这万一晚上做噩梦可怎么办啊 这 我 丞相 都怪我不好 没能及时保护好夫人 才让她误中了摩里青的法宝 二公子 这事也不能怪你 千万不要自责 师叔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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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宝贝哪吒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 你的师叔母我呀 这辈子再是毁了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师叔母这辈子怎么就毁了呢 哪吒 我跟雷震子 与摩家四将之一的摩里青 对战的时候 江夫人突然间就冲了上去 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她 才让她 被摩里青的青云剑误伤 那 那伤到哪里了 我们也不知道 师叔母就一直挡着脸 我们也看不到 师叔母 师 师叔母 您要不要紧 严不严重啊 其实严重啊 简直是比严重还要严重 宝贝哪吒 看来师叔母以后 再也看不到你了 这 师叔 这 赵大仾 аете 压师 tam 姐 这 赵大仙 是 想要不要於握 陈甲 这 没有 这 陈甲 这 你 你今晚 我没老啊 陈甲 这 谁瞎了眼了 谁看不到白话其放了 你们两个才是瞎了眼呢 烟友们 这个脸好笑不好笑啊 这怎么好像一块主熟的猪肉啊 你们这两个都是黄帽的狗东西 竟敢骂我 打击我 好啊 我打死你们 打死你们 张帝 师叔母 张帝 快去说 我去拿师叔母啊 好 师叔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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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来了 他们不容易 你别拦着我 不容易 他们不是故意的 师叔母 别让他们 你不要和他们一番接近 师叔母 我请你 我请你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他们也不容易啊 师叔母 别来了 别来了 师叔母 打他们戴什么呀 师叔母 江夫人 好了不要再打了 不要激动 也不是非诚游魂二位大人 害你成这样子的 师叔母啊 不要这么生气了 我的脸 我的脸都是被那个魔狗死架 给烧成这个样子的 我 我都不傻气骂我 我 不好了 不好了 我的脸比我下宫看大人 是是是 好 是啊 没事啊 宝贝 来这 快快快快我回房间啊 走走走走 赵弟 师母小心啊 谁怪你 赵弟 赵弟 二公子 不好意思啊 我先进去看看 来来来来 我扶你起来 来来来 二位大人 二公子 没事吧 多谢二公子 真是谢谢二公子了啊 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不是被毒打 就是有人要谋杀我们 这 这 这这这 我也不知道啊 二位大人 是谁要谋杀你们啊 就是 是那个 二公子 是谁啊 就是那个 二公子 说二姑娘 你回来了 两位大人 究竟是何人要谋杀你们 我就是随便这么一说 你看他们 是啊 没有任何意思 就是说说而已 那就好 叉儿姑娘 这两天 在西齐还习惯吗 今天 费大人和尤大人 陪我在院子里面 参观了一整天 可好玩了呢 那就太好了 明天 再让费大人和尤大人 继续带你到处转转 这 我这把老骨头 恐怕事不成了 对了 二公子 你前些日子 不是给我打听 赵哥的兵马分布吗 臣现在刚好有时间 我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 慢慢说 好吗 我准备 把赵哥所有的兵马分布 全都写给你看 而且一定做到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好 那就太好了 小弟 叉儿 我们先走了 大公子 你别听他们俩胡说 他们两个是文臣 怎么知道布什么兵法呢 要不然 你陪我出去走走吧 叉儿姑娘 我这几天 心情真的不好 改天好吗 你们两个还处在这儿干什么 还不下去 这边 这边 走走走 二公子 您为什么心情不好啊 可以跟我说吗 上次跟摩家四将交战的时候 如果我再心细一点 江夫人 就不会受这么重的伤了 江夫人 她是被摩家四将的 哪一位所伤的 就是那个 手持青云剑的魔力青 是她 她手中的青云剑 最厉害的 就是初剑那一刻 所发射出的毒火 重剑者 若三日之内 不服解药的话 就会全身溃烂而亡 这么厉害 叉儿姑娘 你可知道 有什么解救之法 这是摩家四将的 毒门法宝 解药 也只有摩家四将 他们自己才有 那这么说 夫人的毒 叉儿 你怎么对摩家四将 这么了解 那天 那天 那个丞相 他告诉我的 都怪我 都怪我 害了江夫人 好 好 二哥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 都是师叔母自己冲上去的 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照理说 稀奇的人受伤 这就表示 我那四个爹打立场胜仗 我应该高兴才对 可是现在 我心里头 反而有点不开心 我真的不忍心 看他这么难过 二公子 叉儿 我今天 心情真的不好 让我一个人静静好吗 二公子 你放心 江夫人的伤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它给治好的 好 你就别再难过了 双儿 双儿 哥 刚刚 双儿姑娘所说的那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们看看啊 我就是用这把青云剑 打烧了西七的一员大将啊 这足以证明 无论是我的武功还是法术 那都是天下第一的啊 更何况 我又在我们四个当中排行老大 所以这天下第一嘛 我是当定了 魔力轻 你少臭美了 那是因为你单独去应战 我们又没出手 我看那西七大将肯定就是久能犯贷 李虎当然会被你所伤 对 这跟天下第一有关吗 有关吧 对对对 魔力虎说得一点都没错 要是我出马 再厉害的角色都不在话下 我的四仙琵琶魔鹰传脑 我会输给你的青云剑 少扯了吧你 我这把火源伞只要一打开 那可是风云变色日月无光啊 我相信这世上再也没有一件法宝 可以抵得上我的火源伞 你给我住口 千万不要小看我的青云剑 他的毒火那可是威力无比啊 那又算了吧你 魔力虎啊 你们的都比不上我的四仙琵琶 还是我的四仙琵琶天下第一 放屁 我的火源伞才是天下第一 我的火源伞是人情的火源伞 这三个笨蛋 成天到晚是吵来吵去的 还以为天下第一是他们的 我呸 我的这只花胡雕啊 已经把魔性传到了西齐 到时候啊 我就找个合适的机会来 来他理应外合 怎么回事 剿灭西齐 那就只是可待了咱们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人 双二拜见四位爹爹 双二双二 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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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每次见到你们 你们就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 吵得不停啊 是是是他们呢 双二 你来得正好 你给我们评评理 我们几个 到底谁才是 天下第一 没错 从我小的时候 你们就开始一直不停地 问啊问问啊 问问啊问的 问到现在 你们都不嫌累啊 我们四个 必须要分个高低 要不然我可不服气 没错 我也不服气 我也不愿意 这 这不都是明摆着的吗 这天下第一 我是理所应当的 我呸 我给这臭美的人 我心里就不舒服 谁敢说自己是天下第一啊 啊 我可不承认 没错 我也不承认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都不要说了 你们都是天下第一 行了吧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有你们这四个爹 真不知道 我是姓还是不姓 哎 这这双双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别人 只有一个爹地来疼 你却有四个爹地来疼你爱你 你应该感到 开心才对啊 就是嘛 就是嘛 那爹 你们既然都那么疼我爱我 那我想要什么 你们都给我的是不是啊 那是当然了 那双双你要什么东西 我们四个爹地 一定会进去了 全力的 拿来给你 对对对 别忘 呃 什么东西啊 就是你青云剑火的解药嘛 爹儿 你要我的解药做什么 哦 哦 我以防万一嘛 万一哪天我刷一下碰一下 不就可以用了 胡闹 爹儿 你可知道我这青云剑所喷出的火 是含有剧毒的 正所谓以毒攻毒 相对应来说 你要的另外一种解药 那也就是毒药啊 你怎么拿这毒药 当什么创伤药来用呢 万万不可 啊 去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 你要是不给那就算了 嘿嘿嘿 爽儿 我的好女儿 你要的那个创伤药啊 四爹爹一会儿我给你好不好啊 我不要了 我不要 我只要李清爹爹的解药 这 双儿 不会是想拿我的解药 去 去救什么人吧 不是 不是啊 你想多了 双儿 这前些日子 我用这青云剑 打伤了西齐的一员大将 你该不会是拿着我的解药 去救那个人吧 我 当然不是啊 双儿 我告诉你 咱们可是要讨伐西齐的 到时候你可别拖 四位爹爹的后腿啊 是啊 是啊 双儿 看样子 今天我是拿不到解药了 不如我先回去想个好办法 让李清爹爹 将解药乖乖地拿出来 双儿 你这几天都跑哪儿去了 快对我们四个爹爹说说 我才不要告诉你 双儿 双儿 你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这丫头的 这丫头的 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 你说这双儿 她要拿我青云剑的解药 这 这到底是要干什么 算了 双儿这丫头从小就古灵精怪 鬼头鬼脑 她办出一些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很正常 现在呢 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 争出谁是天下第一 对 这件事都不能忘了 对 既然老大跟老四 已经与西齐交过手 那么下次出战 就由我和老三带领 到时候 谁是天下第一 就一目了然了 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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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主意不错 大王 你怎么了 文太师派加盟官的摩家四将 去攻打西齐 虽说在阵外剩了几仗 可是依然无法攻克西齐 姑王在担心这场仗 不知道要打多久啊 臣妾听说 这摩家四将 各个身怀绝技 而且每个人手中都有法宝 我相信 只要他们四个人出马 那定能引起西齐的一大骚动 我相信只要他们四个人出马 话虽然如此 可是如果连摩家四将 都无法取胜的话 那我大上文武重臣中 恐怕只有文太师才能敌了 大王 你真的不用担心 其实这件事 臣妾已经派了 清清 玉庆和国师前往 那他们怎么说 国师有国师的想法 我们只要静等着看就是了 不过我想 就算摩家四将攻破不了西齐 但是凭他们的力量 也定能分散西齐的很多军力 到时候只要让文太师 再带一只兵马 那西齐一定会穷于应付 爱非言之有理 好 告诉国师他们 一旦有什么情况 要尽快地禀报姑 姑要知道 所有的事情 嗯 臣妾明白 大王 你就不要再担心了 好好注意你的龙体 苍蝶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抄磨我 难道你以为 今天我长得漂亮 所以你把我的脸搞成这个样子吗 我恨你 我好厉苦啊 师叔母啊 你别太伤心了 刚才师叔特别交代过 让我好好照顾你 而且师叔还说了 让你千万不能太激动 我怎么能不激动 我怎么能不激动啊 我怎么能不激动啊 我的脸啊 现在是又红又样的 苍蝶的 你为什么要造大一个 像我这样的一个美女啦 师母啊 你别再哭了 刚才师叔他还说呢 他说啊 你不能太激动 你要是太激动的话 你的毒会更加严重 而且你会变成丑八怪老太婆的 真的吗 但我不能激动 不能激动 宝贝哪吒 我的相公呢 他进哪里了 你还说呢 师叔母啊 你刚刚啊 都把师叔给赶出去了 叫他不要看你的脸 那师叔只好跟小公子 出去寻找 能够抑制你脸上的草药了 还是我的相公对我最弱 江夫人 哪吒 你们有没有看到江丞相 他人呢 我 我们也不知道啊 刚刚师叔说啊 他要跟小公子出去采药 但是 没有说要去哪里采啊 这下糟了 糟了 怎么了 哎呀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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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扎营西齐城外的摩家四将 已经起兵攻打西齐了 什么 这 这可怎么办啊 对啊 怎么办啊 现在情况紧急 不如这样 我带兵前去应战 二公子 我也去 哪吒 你在这儿陪夫人 我一个人去就好 哎 哎 哎 二公子啊 你要小心啊 嗯 哎 鲍兵德仗 刚刚二公子 为什么不敢看我嘞 哎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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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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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二哥三哥 已经出兵应战 西齐的大将一定会 全力以赴 这样一来 哎 这西伯侯府就输于防范 嘿嘿 这不是我立功的大好机会嘛 我何不趁机 让那个中了花胡雕魔性的西齐大将 把西伯侯府的人统统杀掉呢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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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师叔母 快吃饭吧 还是我的宝贝哪吒知道 心疼你师叔母 知道你师叔母肚子很饿 就拿了我最爱吃的馒头 那是当然的了 我知道啊 我师叔母啊 是最爱面子的人了 我一猜啊 你就不会出来吃饭 所以我一想 我就把好吃的 都端过来给师叔母吃 还是我的宝贝哪吒好 我真的有拜承你啊 宝贝哪吒 快吃 我命令你 将西伯侯府里的人 冰桶杀掉 宝贝哪吒 你也吃啊 师叔母 你多吃点吧 一会儿就没得吃了 这孩子 是不是奥疯啊 这话都已无伦吃的 因为 我要杀了你 你 你 快快 娘娘 你疯了 西伯侯府的人 碰头都得死 救命啊 快 听说 这摩家四将 马上就要攻入西齐了 咱们不如从后门朝出去 跟他们会合 是啊 咱们就跟摩家四将 一块回昭哥 到时候咱们好好想想清福啊 对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大人 大人哪 救命啊 你别误会啊 是啊 我们没想逃跑啊 不是 不是 你们救救我 救救我 救你 是啊 救你 我俩即使还难保 你怎么救你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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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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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n 快 快 快 我挨顿纵能 尤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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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救命啊 来人啊 救命 宝贝德加 难道你这么忍心 要杀你的屎叔母啊 难道你的心是点错的吗 哎呦 西邦红府里的人 统统都得死 哪吒 你要干什么 难道你要对师母下手吗 放开我 放开我 赵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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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赵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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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来 赵弟 放开我 来 赵弟 放开我 我是紫阳 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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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吓人 差点 差点 你的美娇妻就没有命了 对了 你看看哪吒 你看看哪吒 怎么办 没事吧 师父 还好你们来了 这个混蛋哪吒 他敢打我 他还 连师母他都敢打 这我都知道了 他受了摩家寺将的法宝 花胡雕塑伤 所以感染了魔性 他被感染了 师叔 那摩家寺将真有那么厉害 糟了 二公子已经出去 和摩家寺将应战了 那不会有危险吧 臭小子 你对功夫 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赶快投降吧 要不然我一打开法宝 你这条小命他就没了 怎么样 我激发 就算战死下场 也绝不会投降你们 好 既然你这么有骨气啊 行啊 那你就准备受死吧 看我罚我 老四 等一等 杀了他太容易了 但是咱俩也要分个高低啊 要不然怎么知道 咱俩谁是天下第一呢 是啊 二哥 请 好 我先来 来人员伞 好 老头 你以为我的魂元伞 就这么两下了吗 错 大错 厕错 我的魂元伞的威力 还没发挥呢 魂元伞 我 二哥 你玩够了 该我上了 好 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